《全民造星4》尋問60強誕生 27號的姜永音令觀眾眼前一亮 成功晉級60強 不過引起網民討論的並不是她的表現 而是她的過去 有網民在討論區以 《全民造星4》Ader仔 姜濤中學暗戀過的女生爆料區為題開鋪 更加上載不少線索 樓主表示她與Ader仔讀同一間中學 直指Ader仔經常收兵 而姜濤二次是Ader仔其中一名追求者 討論區由以疑似姜濤Facebook帳號 在2013年向Ader仔隔空問候的留言 問說怎樣呀?沒事呀?弄傷你不好意思 又叫對方不要哭 而另一個Po的截圖 相信是兩個人的共同朋友所打 更加以公開方式傳給姜濤 其中一句就直指 其實你喜歡Ader 其實姜濤曾經接受訪問時表示 讀書時期因為身形肥胖而被欺凌 令到她的學生生涯過得非常不開心 更加被心儀對象拒絕 有網民當日拒絕姜濤的就是Ader仔 更加指她見到姜濤瘦身成功後 想再接近姜濤 希望她不要再消費姜濤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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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